SH-48像一艘远征的帆船 不断地经历波浪 船员更加相信彼此 同时也在不断成长 任何人出现的问题都会影响帆船的航行 我相信我们SH-48这个帆船 相会航行的更远 刚进入团的时候 其实我不是很会主动讲话的女孩子 就看到很多新的人陌生的脸 都会觉得比较害怕 然后也只会一个人坐在旁边 然后悄悄地看着他们在做什么 当然新年很希望能够有人过来跟我一起讲话一起玩 但是有时候往往自己会是那个跨不出第一步的人 刚开始刚进来的时候 有参加很多活动 当时还不是很有名气 也不是很多人都知道 在经过两三个月之后的训练期之后 我们大家第一次登上了首歌舞台 当时看到在台下有举着自己的应援物 还有有听到台下有在喊自己弯弯的时候 心里真的是非常的开心 然后会有点惊讶 就想啊原来我有会有犯这么的支持我 第一次握手会的时候 是回到我们的家乡台湾 当时在握手会的前一天大家都很紧张 想着明天会有多少粉丝会来握手 会不会没有 会不会只有我们 或者是会有很多 等这样很多的Event 抱着新奇又美好的幻想 很期待着第二天的握手会 第二天握手会开始的时候 当我们到达现场的时候 有staff告诉我们说 粉丝很多很多 把街道全部都拥满了 当时我们正 就是脑子一下子空白了 当时握手会开始的时候 我不知道为什么 就突然一下子 有可能是自己下意识的反应 觉得要对每一位上来握手的人 要抱以一种尊敬和礼貌的态度 所以我向每一位上来握手的 伴们都以90度的鞠躬 来传达第一次的见面的感觉 然后我一开始以为 这个小小举动 似乎不是那么的受大家注意吧 握手会结束之后 有人跟我说 我今天表现非常好 大家都觉得我非常有礼貌 全场只有我一个人90度鞠躬了 他们觉得这点对于一个 作为偶像的职业来说 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当时觉得原来 当自己抱着某种意识的时候 所反映出来一些小小的动作 都能被大家注意到 大家也都会非常细心地发现 觉得原来每一件事情 都是要抱着认真和责任的态度 去做才可以 刚进团的时候 大家都会觉得 这个妹子年龄又小 然后长得也还挺可爱的 所以感觉一开始的时候 被大家所称为是 凌家小妹妹的感觉 然后包括525 大家给我投的 一点妹妹的角色 觉得我非常适合这个角色 并且贪嗔夜碟跟莫涵 是一个比较经典的夜碟的组合 学着时间一年一年又过去了 然后团里的事情也越来越多 自己所要面对的新的事情 和一些困难也越来越多 自己渐渐地开始 不再那么依赖别人 也不再那么的稚嫩 自己慢慢独立地面对很多事情 和经历很多困难 感觉心理上也许会成长了很多 觉得自己不再是那个 当初特别喜欢黏人 然后没有什么想法 今天有点漫无目的地 过着快乐日子的小公主了 想要自己慢慢变得独立起来 慢慢变得强大起来 关于总选举的时候 一开始其实大家都很紧张 因为毕竟面临着第一次的总选举 也是个非常重要的仪式 大家都害怕会不会颠出圈外 所以当总选举真正开始的时候 听到名字一个一个地念 一个一个地念 从十六名 渐渐念到十名 渐渐念到五名 渐渐到前面 从一开始一直没有念到自己的名字的紧张感 一直都忽眠 有点放弃 或有点失望 有点难过 还是惊喜 接压 期待 当调主持人念到调名的时候 台下有很多人在喊 我的名字 当时我会在想 会是我吗 真的会是我吗 这样的想法 当最后宣布是自己的时候 自己其实已经很开心 觉得能拿到第二名这个名次 已经是很大的成就了 当然我不奢望能够拿到第一 但是我觉得你自己的实力拿到第二 应该还算可以吧 其实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会希望能够带自己的父母 来看一次我们的演出 让他感受一下 原来我的女儿在做这份职业 是那么的讨人喜欢 那么的受人尊敬 对于未来的发展 希望自己能够尝试更多不同的武功 然后希望自己可以变得比较的结实 这样跳起舞来也会非常的好看 我希望可以像主持外景一样 可以主持一档属于自己的节目 可以向大家介绍我喜欢的东西 或者喜欢吃的东西 或者是服饰啊什么这方面的 就希望尝试的还是演戏 因为之前有过金剧主的经验 所以从小就非常喜欢演戏 每次看到电视上自己的偶像演的剧 然后就觉得 在剧中尝试一种例外 一种不同的自己 我觉得应该是件非常有趣的事情 唱歌这方面算我比较不乐的地方 所以我会加紧练习 所以对于未来来说 有太多太多的不知道 又有太多太多的机会 连着自己去发现 感谢观看